一提到香港警匪动作片 你会想到《无剑道理》的《梁朝伟》刘德华 还是《窃听风云》里的吴彦祖刘清明和谷天乐呢 其实说实话 这十年香港警匪动作片 演员阵容啊 总是那么几个熟面孔 比如说最近 十月份就有一部新的香港警匪动作片要上映了 男主角依然是那么几个 谷天乐 刘清明 张家辉 大家好 周云又来了 那今天带大家来到了扫读的发布会现场 可是今天我是带着两个担心来的 为什么呢 第一个啊 大家看到现场的场景 全是人不说啊 整整的一长条的桌子呢 把我们挡在了外面 跟我以前去到的这个新闻发布会的 现场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情况下 是不是能问到呢 第二个担心呢 就是跟我们的一个问题有关 我们做了一下功课 做了一下总结啊 发现呢 从02年开始呢 一共大概有近30部的警匪动作片 其中呢 基本上大部分都被他们三个给演了 你看谷天乐演了11部 张家辉演了10部 刘清云呢演了8部 那今天也带着问题来问问他们 看看他们会不会觉得 自己把这个坑占了 有没有影响后辈的发展 也会不会担心 观众会有视觉疲劳呢 你们会不会担心观众有些审美疲劳的 那你呢 我也看过很多的警匪片 他们作品我都看过 但是这一次真的不同 其实我不想说在香港 大部分要要说警跟匪我们都是节类型的人才 所以有关这些题材的篇都一定要找上我们 要不然死定 就这样子 所以我们已经被演下去了 现在的发布会已经结束了 我们之前担心的问题 看来现在确实是发生了 在问完第一个问题之后呢 主办方就把麦抢走了 所以第二个问题没有问成啊 第一个问题呢 张家辉直接把话筒塞给了源泉 那现在第二个问题 既然问不到主创人员 那我们就带着你们一起去 问问观众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吧 在电影里面总是看到张家辉啊 古天乐还有刘青云他们的话 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影响新人的发展呢 应该会吧 每一个人他的定位不太一样吧 像他们现在可能拍的一些动作片多一点 然后很多年轻的人可能走的偶像派多一点 是镜子总会发光的嘛 我也算是看他们电影变老的嘛 资历比较深的话 就是年轻人就很难有这个主演的机会嘛 顶多演个二三号角色嘛 刚才呢通过对几十位路人的采访 我们也发现啊 观点呢确实是因人而异的 我们依然会支持 古天乐张家辉还有刘青云这些前辈的电影 但是也希望在以后的影片当中呢 我们不断可以看到一些新的面孔 优秀的新演员的出现了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